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电影和电视剧对你而言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的地方 电影我觉得会 其实就一两个小时 然后需要拍几个月 少年的你到花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没有电视剧多其实 然后电视剧其实会更照顾大感觉一些 就没有那么细我觉得 上次去云南被民宿老板赶出来了 是为什么? 当时是我们定的包房的时间到了 但是我们人又不在里面 然后我们人在外面 就在古城里面玩转 回去的时候发现 就是那些行李就已经都扔在那个客栈门口 那个小胡同那个街边了 我当时其实就还好 因为旁边都是客栈 就随便找一家再住进去 对这件事的印象并不是很深 我说后来自己看那篇采访 我才想起来 我当时有这么一件事 可以分享一件在校园里有趣的事情吗? 课下没事的时候 会去学校有一条河 然后河的尽头那边会有黑色的天鹅 然后也有很多小鸭子 然后会自己买面包什么 过去为那些小鸭子玩 因为上课没赶上红毯 当你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 内心OS是? 感受就还行吧 就还是学业为主呗 上个月发了新专辑 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 这个名字是怎样定义的呢? 这句话其实是从主打歌 那个Don't Time Down里面 有这么一句歌词 怎么去定义它 我觉得这一句话 其实算是我性格里面的一个东西 通过这句话 这个歌词给它表达出来 你如何在外在沉默和内心释放 找到平衡点呢? 因为自己平常对外界的时候 基本就是表达并不多 然后从我这输出去的东西 可能也不太多 或是更喜欢 就是私下去做一些作品 音乐作品也好 然后影视作品也好 舞蹈是释放内心焰火的外在表达吗? 嗯 算了 可能自己以前会编一些舞蹈 然后听到喜欢的音乐 会编一些自己的小作品小片段 但最近比较少 整张专辑的录制过程 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荣幸的是 能请到这么多位很厉害的制作人 来帮我做其中的每一个单曲 其实这个专辑里面的歌的风格很不一样 也是因为有这么多风格不一样的制作人 帮我完成这个音乐作品 整张专辑的录制过程 最难的点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专辑封面拍的时候 拍的挺急的 匆匆忙忙拍的 难点的话 我觉得每首歌都还挺顺利的 封面故事拍摄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因为当时封面拍的特别急 然后又是在唱屏这么一个特别偏的 这么一条路上面拍的 选在那条路也是碰巧 但其实那条路是我当时12岁 当初中那会儿跟我同学一块在上面 一起过生日的那么一天 都是在那条路上面 踢足球啊 然后一块儿嘴巴打闹啊 就是都是在那条路上 然后这次18岁又看到那条路 其实那种有回忆吧 然后其实也选了这条路 今后会考虑更多的参与创作吗? 其实自己对于歌的风格 然后里面词想要表达什么 然后都会跟制作人老师去沟通 一起去商量 你更想尝试的音乐类型是? 之后可能爵士 或者Soul或者Mia 杂志采访里千玛说千玺会半夜回去练钢琴 是会有计划或者是惊喜带给粉丝吗? 之后计划都没 就是当时身边有一位 弹钢琴弹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会收拾跟他学一学 会学自己喜欢听的歌 那些曲子 就自己就是好听就练了 每次生日会的主题都极致文艺 去年是逢良也兴 今年是Ease 灵感从何而来呢? 自己灵感到还好 其实每一次的时候都会订很多版不一样的 然后会跟工作人员一起投票 然后一起商量觉得哪个最好 然后最终就大家在一起上顶 最后再顶出来 之前品牌发布会上承诺会多拍多发 但是粉丝都觉得你是大骗子 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其实拍十二时辰 年初那会儿自拍还是有一些的 到后来高考我闭关了 就拍的就更少了 然后高考闭关出来之后 拍了少年的你 然后当时就是寸头造型 就是吃短头发 然后也不允许曝光 所以就出门什么都戴着帽子 然后就自拍就相当会更少 最近好多了 最近我把头发变成长头发 然后自拍就稍微会多一些 听到胖虎在采访里夸自己是什么感觉呀? 还可以吧 之前有位男男特别演唱《宝贝》这首歌 现在如果再送一首歌给她 你会唱哪首呢? 听漫漫的话 说一句彩虹屁送给学校的食堂的阿姨吧 您做的饭特别像 希望在诸年能多吃您的饭 你最喜欢用哪一个表情包呀? 最喜欢用哪一个表情包? 我不太用表情包 我一般都是文字 然后符号 2019年最期待的一件事是? 19年最期待的什么? 电影上映吧 带一句粉丝的话 千禧18岁是个成年人了 该懂得学会在微博或者info上 分享照片视频了 什么猫啊刺啊 舞蹈啊风景啊都可以 可以回应一下这句话吗? 嗯 好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易阳千禧 想了解我的更多动态 请关注腾讯视频官方微博微信